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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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网上的 今天晚上我要介绍给大家 什么样的经历 又发生在什么样的地方呢 其实我必须说啦 最近印度的怪坛 我真的找到蛮多的 所以我一直想要换一些国家 要了解这些国家的恐怖故事 那今天这一则恐怖故事呢 是发生在 我很喜欢很喜欢的一个国家 哪里呢 泰国 没错 说到泰国大家都会觉得 他有很多鬼故事嘛 甚至 饭店 泰国的饭店真是让我 太喜欢了 因为在那边住搞不好有附加的价值 这样不是很棒吗 什么样的附加价值呢 就是住在饭店当中 有可能会碰到一些诡异的状况 就很奇怪 明明这个饭店好像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 但他却有一些诡异的状况发生 就像 我之前不是有说过吗 我住在那个曼谷十大猛鬼酒店 又住在一个不知名的小酒店 碰到了一些事情 在我房间里面好像 有人睡在我旁边这样子 那今天这则经历呢 其实有点类似 假如换成是你 你的房间莫名其妙 多出一个人的话 你会想到什么呢 小偷呢 还是好兄弟 那假如被你碰到了 你会想怎么样处理 是逃离呢 还是继续住下去 又或者是像我一样 选择跟他们沟通 我觉得这样都有机会哦 好OK今天这个经历 是什么样的一个经历呢 接下来我就介绍给大家 我从小就经历过超自然现象 拥有特殊的预知天赋 和非常准确的直觉 当我年轻的时候 我觉得这些经历很可怕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对事物的态度越来越放松 只是觉得他们很有趣 我也有一种非常健康的怀疑态度 并且总是会认为 任何不寻常的事情 寻找合乎逻辑的解释 1999年 我和当时11岁大的儿子 去泰国度了三周的假期 傍晚抵达曼谷后入住机场饭店 隔天一早 从机场火车站 搭火车前往泰国谷都大城府 我已经在网路上预定了饭店住宿 这只是一家当地三星级泰国饭店 靠近世界遗产老城区 1767年 大城府被缅甸人残酷洗劫 这座城市被摧毁 其公民要么被干往缅甸为奴 要么被屠杀 我们下午一早就到了 办理入住 把行李寄存在房间里 就出去了 探索古城遗迹 由于时差的影响 我们没有待了太久 下午5点左右就回来了 在饭店餐厅里吃了一些简易的晚餐 然后就回房间里了 有点担心安全 尤其是我们的护照和钱 所以我不仅锁上了门 而且把门槽锁上 然后所有东西放进房间里的保险箱 由于时间还早 外面还很亮 我关掉了所有的灯 并拉上了百叶窗 到了晚上起点 我们都对这个世界失去了兴趣 半夜我突然惊醒 有种压倒性的感觉 房间里有人 我渐渐有了足够的勇气 慢慢的睁开了眼睛 房间里的每一盏灯都亮着 头顶灯 侧灯 以及入口灯 我以为有人闯入了房间 所以我等待 并且聆听声音或动静 当我没有听到任何声音时 我起身检查了走廊 然后检查了浴室 什么都没有 这并不奇怪 因为锁链仍然在原尾 任何人都不可能 在不发出噪音的情况下 进入房间 我检查了保险箱 没有任何东西被动过 我看了一眼床头的闹钟 发现现在已经是凌晨三点了 看到泰国当地的电线杆和电线后 我以为这是一些奇怪的电线故障 所以我关掉了所有灯 然后回去睡觉 第二天 我和儿子出去参观了废墟和博物馆 筋疲力尽 但再次饮食差而在傍晚时分倒下 半夜 儿子把我叫醒 惊慌失措地告诉我 房间里有人 这次房间里完全漆黑 我向他保证房间里绝对没有人 并温柔地催促他回去睡觉 我看了看时间 凌晨三点 和前一天晚上的时间大致相同 然后我意识到前一天晚上 我没有想象任何事 我没有告诉儿子我的精力 因为我不想吓到他 隔天早餐回来后 我儿子注意到 与所有饭店房间的门 都是装饰性雕刻幼木不同 我们房间的门是纯白松木的 他绝对确信这个房间闹鬼 泰国人极为迷信 有许多不同类别的灵魂 几乎所有泰国房屋 在屋外都设有一个鬼屋 就像一个小玩具屋 配有微型家具和食物 以容纳家庭鬼魂 并引诱他们离开家 还没等我阻止他 我儿子就告诉饭店前台人员 房间里有鬼 前台人员脸上惊恐的表情 表明他们知道这房间里有故事 我猜他们是故意的吧 把房间租给外国人 因为大多数的客人都是泰国人 在最后一天外出时 我从路边小贩那里买了一块通佛附身符 在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晚上 我还为我儿子做了一些灵魂保护 然后告诉他无论是什么 他都必须进入光明 无论是附身符灵魂保护还是承认存在的 我们终于度过了一个没有任何打扰的安静夜晚 我一生中经历过不少的超自然现象 但从未经历过像这样多盏灯自动亮起的经历 这真是令人印象深刻 听完这则泰国的经历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我必须说假如住的房间 灯在没有人去动的情况下自己全部打开 那确实会让人觉得还蛮恐怖的 但我不知道我觉得好像是个调皮鬼 不让你睡觉这样的一个情况 假如是我的话我应该会生气 你吵我睡觉干什么我都已经快累死了 就好像我之前那时候去泰国猛鬼酒店住宿的时候 有发生过类似的情况 好像你再吵我就晃我吵你 后面就乖了 其实真的很有意思啦 像去泰国住饭店的时候 有时候看到那个度假饭店 哇好漂亮好舒服 但你永远不知道里面之前有发生过什么事情 甚至有没有人在你之前已经住在这个房间里 也说不一定不是吗 所以呢 再次还是呼吁大家 出国住饭店 一些该守的礼貌 还是守一下心安 住的也比较开心 不是吗 不要像我这样子 有鬼你就快过来吧 我们互相来吵一下这样子 好OK 我是郭沙正启明 那今天的恐怖怪谈就差不多介绍到这个地方为止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各位 愿意 你们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